大家好 这两天我会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两颗长寿花 为什么有一颗开这么多花 有一颗开这么少花 其实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这个长寿花开花之前呢 给它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 大家看一下我这两颗长寿花 状态都差不多 但是这一颗的话呢 明显开花多一倍 这一颗开花少一倍 原因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在它开花之前 给它做了打顶工作 那么我们给长寿花做打顶工作的话呢 一定要抓住时机 一般长寿花呢 是在11月份开始孕育花芽 也就是我们想要给它做打顶 触分支 让它长更多的花芽的话呢 在11月份左右给它做打顶处理 大家看 像这颗呢 没有做过打顶处理的工作 它一条枝干上来 只长了一条花间 这颗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颗是在11月份的时候呢 给它做了一次打顶的工作 大家看到 这一条枝干上来 长了1234 长了4条分支 5条分支 这边还有一条 也就是说经过打顶之后 比没有打顶 它的开花数量呢 还有放5倍 因为这一条枝条 总共长了5条花间 刚才那一颗的话呢 只长了一条花间 所以说我们想要自己的长寿花 开花多的话呢 一定要抓住 时机给它做打顶 而且呢 打完顶之后 一定要按时按量的 给它使用这个 零生二清甲 喷湿叶片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 3到5天给它喷一喷 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这个长寿花 开花多 那么这就是我这两颗长寿花 为什么一颗开花这么多 一颗开花这么少的一些养护方法 也希望呢 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